你是不是以为世界只有一种布局键盘吗?各种奇怪布局键盘依蓝标准,ASC键盘的两个盲触点,让用户的左右手食指,可以轻松定位F和J键,经过适应期后,就可以轻松达到盲打了。 而下面介绍的这些键盘可谓是奇形怪状,会使部分人产生怀疑。 C,Forty Bratt键盘,法国西北部地区的布列塔尼语用户使用,与AZRGY相比,它将布列塔尼字幕CH发运与德语CH相似,在与W进行了交换。 土耳其F键盘,让土耳其的输入效率大大提高。BPO键盘,法语式键键盘,将常用键放在了主牌,让人感觉更轻松。 DVORG键盘,采用原因在首牌,考虑到了大多数人都是使用右手,因而将一半以上的输入转给了右手,生成DVORG键盘的输入效率更高。 AZRGY键盘,几乎与QWBHGY键盘没区别,在大多数法语国家使用,字幕区顶型的QW分别与AZ进行了调换,分号与M键也进行了互换。 DVORGY键盘,是常规的QWBHGY键盘布局,在同一键盘上得到了保留,但主要用于辅助性输入。 QWBHG键盘,对QWBHGY键盘做出轻微的改变,主要在中欧使用,Z和Y键互换,主要是因为德语中Z比Y用得多,T与Z在同一台。 上面印有变形原因,和访问第三级键盘的OGR控制键,MALTRON键盘,这是与QWBHGY区别最大的奇葩键盘,它的设计充分考虑到了人体工程学,有助于缓解手腕酸痛。 QWBHG键盘,可看成是QWBHGY键盘,两者的按键对比布局,有17个不同点,其有两个退格键,取代了大写锁定的位置。 QWBHGYC